到第三次向左網時間 我們剛才也講到很多 在現在香港這個政治社會經濟制度裏面 司法機關或整個法律制度本身的操作 甚至我們會說面對一些負爭議性的案件 或者負爭議性人物的時候 究竟司法機關能否發揮 一個較為公正公義的效能 其實都很大質疑 其實你講完這個所謂司法系統或法律 法治這件事 其實都一定要從立法的角度開始講 因為如果那本法例立的時候 已經不能夠反映香港普通人的利益的話 這本法例本身已經是一個違反人民議員 或者是保人民授權訂立的法例 就開始已經大問題 因為法律的法律不僅僅是司法 而是立法也有份 立法機關不成功 都是有問題的 如果從ABC說的就是香港的立法機關 大家也知道有一半是公能團體選舉 即是我們所講的小燕子選舉的議員 另外就是這個立法機關的立法權 是被政府取得的 因為如果你要提私人法案的話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政府給你 因為我們根據第74條 包括政府的政策、施政、政治制度編化 以及開支的時候 就要問特首要批准 特首多數不批准 在立法的過程裡面 已經很難想像到 有一本法例寫完出來之後 真是符合大多數人的香港利益 這是第一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檢控的那裏 檢控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證書沒有人監察 證書沒有人監察 這個也是跟政府 整個政府沒有人監察有關係 因為政府是所謂行政主導的強勢政府 如果你告人那裏 抓人那裏 不姦察 其實沒有人監察 任何看法 教權 都有夠adı 第二個基石那裏 那第三個是 私法制度 因此操控的情況下 還分析過 在香港實際情況 譬如 sagt謙可檢控 也出現過一些情況 就是原來這個相關機構是沒有進行任何檢控的 有可能單案在拖 甚至是沒有媒體注意 甚至是無意無蹤 要有人刮出來再說 再加上剛才長毛也說過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本身司法機構本身 因為我們可能相信他是專業或是操守 基本上沒有任何監管的話 如果他萬一有什麼差跡或是做錯話 似乎真的能夠透過媒體 一個問題的黑洞就是 法官的輪選任面以致成績考核 是完全黑相在的 大家不知的 你想知道他也不會讓你知道 所以我們得到的資料就是那些判詞 當然如果你有心機 你會看到某個法官表現好不好 但是在司法界裡面 其實你會看到法官的任免和升遷 是我們沒有辦法知道的 哪個律師可以做法官也沒有辦法 我們可以過問 但是在整個司法界裡面 其實你會看到的 這個法官是會委任 當然有人給他一些名字 委任資深大律師和律師的 其實他的權力都非常大 所以我們會說我們如何監察 甚至在今集看完之後 如何重新理解香港的司法制度 甚至法官相關的表現 其實作為市民本身 對於維持香港司法的組織 其實都有一定的責任 而不是等到司法機關自己本身 靠自己現在這種運作模式 或者我們一廂呈現 相信他能夠做到最好 而令到整個制度能夠發揮好的方面 我覺得某個制度 某個程度來說 司法機關的自我檢查 自己去做這個紀律 未必可以 好像是彭官 彭建基 他一雞三尾 即是一件案判三次 這樣都繼續可以做 亦都做了選舉委員會 選舉委員會 選管委員會的主席 已經是醜聞 你想怎樣 另外今次選舉委員會的主席 亦都是有爭議的人 是吧 其實我想如果大家都認為 香港的法治作為香港整個制度的基石 你會看到現在很多時 一些法官表現多強差人 甚至你也會發現 如果有些網民看某份報章 很喜歡打一句 是某民某法官 然後很差的表現 接著就說那個故事 當然那份報章 特別針對司法機關 或者司法機關裏某些法官 而作出一些這樣的論述 但其實某些報章的採訪 甚至是寫去故事的時候 似乎很大程度上就覺得 已經採取了一種 對於現在法律制度不信任的一種角度 去寫他的故事 所以都有人會覺得 就是為什麼現在法律制度 是為有錢人服務 又或者為什麼有錢人打官司 一定 就是一個窮人 一個有錢人 為什麼有錢人一定會贏 或者為什麼一些有錢人 他能夠透過司法機關 是將那種令到市民覺得很討厭的利益合理化 那會不會很大程度上 就是我們司法機關 司法機關裏面的一些相關人士 要真是好好檢測本身 在現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能不能夠再用回那種很精英 或者其實暗鉗去保障一些上層事的利益心態 那種做法 能不能夠 或應不應該繼續維持 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 當然是 我覺得香港人對於法治的問題 是憂慮了很久 那我就會覺得司法制度和警權 以至到這個律政署一併的改革 一定要改革 這個改革是一個全面的改革 而不是針對某個法官或某一個部份的改革 當然這個改革要做得順暢 權就在特區政府那裡 如果大家在那裡有空說一下 當然不會有大的成效 尤其是我覺得香港那麼多中產家 經常說香港多刁蠻 香港一些民眾如果給權又不行 可能會搞到香港彎 我麻煩你給他表現一些能力出來 這三個都是他們熟的 對他們都有關的 有沒有人敢說 我看不到有人敢說 當時你說所謂刁蠻 當然他覺得對某些人的觀點或看法 有一些負面態度或不信任 但我們經常都說如果那群是刁蠻 我們會發現到 會不會因為這個社會沒有一些適當渠道 甚至有影響別人的渠道 他們沒有辦法用一些負面的語言 你估時那些九品芝麻菇說人家是刁蠻 是因為他是地方官 他是所謂父母官 其實中國官制有一陣子比較壞 就是因為他沒有錢給猜響 那些資婦或資縣基本上要自己銀河包 維持延門 那又怎麽違呢 找那些地方那些有錢人 所謂的土豪劣身 當時有一個叫懸崖的制度 就是說你去考這個功名 考不到之後就回去做這個懸崖 懸崖又有錢 變成了一個官商勾結的 就是一個錢權交易的最好的溫床 給錢買官員 給錢買官 或者控制官員 這當然是一個不外的制度 不過我們還有三個月 我們下一節再說 好 我待會再見 接著,按照 歸崩子 請問 歸崩子 甚麼木子 請問呢 高分